我刚刚讲到,像这个地方,倒角也可以用按拉的 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凸出来一块,你就画一条线 这条线不就会有一个,你就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这个不是一个区域吗?也可以这样削过去,这边就不见了 这样削过去,也是一样可以,都可以这样做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图形 这个地方做出来就类似像这样 我大概给它一个尺寸,就是大概100 然后这边的话70,高度的话就是30 然后里面的这一个圆的半径大概给个20,半径为2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很容易 就是把前面的,再把它做一个复习一下而已 其实就是先100,然后70,长宽高30 Enter 然后在上面画圆处,你也可以画圆在几出也可以 这边的话点一下20,Enter 高度的话呢,直接就点一下这个,这个端点就好 因为它的高度跟这个端点是一样的 那另外是另外三边的话怎么 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 复制就好了 那你想说,老师那这个地方要不要用3D复制 就是跟各位讲,反正东南灯架同个面上面 你就用2D就好了 不见得一定要所有的东西都用3D了 因为同样,同一个平面上面你就用2D 还会比较保险,一定不会错 因为都在XY的这个平面上 所以你这边可以用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呢,把这个中心点点一下 那生的那种